再默默地关注 就说叔叔呢 今天叫我中午 开个直播 和你们聊聊天 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这么多人 两万多人在看我的直播 就肯定很多 也有很多叔叔阿姨们 喜欢我支持我 真的非常的感激 我本来就说 想闹嗑就和你们聊聊天 但是真的没有想到 这么多人 每一位支持我的 我都会牢记在心里面 我会加倍努力 不忘初心 不会让你们支持我的 叔叔阿姨们 哥哥姐姐们十万 然后你们有什么问题 我都可以回答你们 包括就说 我就是这儿的人 我是少数民族姑娘 这个可以给你们发誓的 然后回答你们很多 平时都在问的 然后你们也可以 没有关注我的 可以点个关注 因为我呢 就说普普通通的 但是你们把小赞赞 点到一百万的话 我今天就鼓起勇气 我就给你们唱一首歌 然后我唱歌呢 就只能轻唱 因为我没有话筒 没有设备这些 嗯 对 叔叔平时都 你都不不给叔叔唱一首歌 唱了呀 我唱过一次呀 对呀 那么久了 你才给叔叔唱一次 这样嘛 那就 那就这样 我真的有点紧张 因为人太多了 我不知道用什么来表达自己的感激 我就唱一首 待会儿就轻唱一首歌嘛 对 那你 哦 对呀 你们家也没有什么话筒之类的 没有 真的 行 叔叔也很想听你唱歌 我问一下 咱们直播间粉丝们 有没有想听今天唱歌的呢 啊 直播间的粉丝们想不想听唱唱歌 叔叔你有多 什么呀 嗯 没什么他们 嗯 你喜欢叔叔吗 因为很多人都在问我这个问题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 嗯 那你 你 你想回答吗 太多人了 我真的有点紧张 这样 叔叔阿姨们 哥姐们 你们没有关注我的 这个地方可以点个关注 我待会儿给你们送一首歌 太多人了 嗯 今天只能播短暂的时间 和你们两两天 我真的人太多了 不知道怎么播 就你们有什么问题都都可以问我吗 我告诉你今天 就直播间的嘛 然后他们都很喜欢你 都叔叔阿姨都是 谢谢啊 你就把他们当成好朋友一样就好了 你不用紧张 因为 其实我们直播间的这些粉丝们哈 他们也都是 对你只有好意 也是很特别特别支持你 所以你不用紧张的 今天 好 你刚刚说 你刚刚说 说啥 你说他们问你啥 他问我喜欢叔叔呢 问我这些问题 我怎么回答吗 那你 你能回答吗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种问题啊 其实很简单呀 就是只有两个答案呀 他们问的也挺简单的 就是一个要么喜欢 要么不喜欢呀 是的 我不是 就是说 叔叔呢 我们两个不能 不能说喜不喜欢这些话 那说啥呢 那说什么 因为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我就叫你叔叔 对不对 如果我 我现在 我觉得 因为你第一印象 给我感觉很严肃嘛 因为当时 你找我 因为我妹妹他们乱换你的车那些 然后你就说叫我赔钱什么的 我就叫着你叔叔 你就反过来问我多少 碎了 就感觉我把你叫得很老一样 然后我都不敢说了 我就说二十 然后 所以的话 现在就说 叫我叫哥哥什么的 然后叔叔什么的 第一印象就叔叔 说喜不喜欢的话 有点奇怪吧 嗯 不奇怪吧 因为喜欢也有很多种 你们在看什么呀 下一次我自己不敢直播了 我觉得喜欢也分很多种吧 好 你的喜欢只有一种吗 嗯 喜欢 不知道 你觉得你觉得喜欢 呃 有几种喜欢 你问一下他们 粉丝们哈 咱们直播间的 你们觉得喜欢有几种喜欢 我觉得喜欢 这个东西 他分很多种吧 对不对 对呀 喜欢就喜欢 不喜欢就不喜欢 为什么就不能说出来呢 纪念 我 叔叔 你叫我现在说 这些问题 我觉得我真的不知道 怎么回答 就是没有什么 喜欢的 才认识一个月就喜欢 不喜欢了 不是 我的意思 因为有的 叔叔阿姨们喜欢带节奏 说什么 叫我嫁给叔叔 不要说喜不喜欢了 现在一一动不动 他们就说我 叫我嫁给叔叔 万一叔叔是有 有人家有孩子的 对不对 万一这些什么的 因为我也没去过叔叔的 我也没有去过叔叔工作的地方 也没有 很多人 知道 好像他们说 你直播在工作的地方 直播 他们说你很好 很有责任心 那很优秀 我也不知道怎么 分享 那叔叔叔问你个问题吗 今天 如果叔叔 因为现在叔叔也没告诉过你 我的年纪嘛 对吧 那如果叔叔 年纪跟你相差很大的话 你会介意吗 就是我说你会介意我们做朋友吗 就是我们像平时这样相处 因为叔叔也来找你找了十几次了吧 然后叔叔真的也觉得你这个姑娘很善良 你笑起来特别的美 特别的 就能够有感染力吗 真的 包括叔叔工作压力大了 我有时候一见到你 叔叔都觉得 哇 心都化了 那种感觉 知道吗 今天 就说 如果叔叔真的年纪特别大 那你 叔叔还能跟你做朋友吗 能 能 天哪 这样吗 因为很多人都叫我 唱歌 因为点赞他们点到一百万了 这样子 叔叔阿姨们 哥姐们 你们在 想听 想听唱歌的 我们就 可以 我们就 我就给你们清唱啊 因为我的话 就是说 没有什么话筒 也没有什么声卡 这些 今天你们来我直播间 相当于来了我的家一样的 相当于你们是客 然后我就要招待你们 但是 我不知道招待什么 你说我给你们 我只能 就是说 清唱一点我家乡的歌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喜欢的歌姐们 你们可以就说 这么多人在 那这样 我今天这么多人 我就给你们把那首 娘商摇 这首歌 唱给你们听 因为我 只会 我记得住这个歌词吗 娘商摇 清唱给你们听 然后呢 希望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 哥哥姐姐们 现在直播间有多少个人 二万起哦 哇我的天 不这样 来咱们直播间的 这些粉丝们哈 因为几年他平时大家都很少唱歌 给我听的 今天他居然主动 想 在这么多个人的面前 唱一首歌 真的 我去觉得 这也需要很大的勇气 对不对 咱们直播你家人们 在这么多人面前唱歌 对 三万个人面前 也 咱们直播间的粉丝们哈 你们想听的 你们打个想听 我看一下呢 我想看一下到底有多少人想听 这样 因为 很多都是第一次 我第一次和你们这样一起聊天嘛 今天你们有什么问题 因为很多人都是喜欢我支持我的 我就 我们就建一个 这个叫做什么粉丝团吗 然后你们以后就是我的人 你们取一个名字 我们取好名字 我就给你们清唱一首歌 因为太多人 给我发私信 就很多叔叔阿姨们 哥哥姐姐们都非常的喜欢我 我也能感受得到 建议这个粉丝